在月大厨已经到来了 从4月6号开始 将一直持续到5月25号 下预计大厨高分期在5月份 在月即使宗教节 也是电商购物节 在穆斯林人口中的印尼 和马来十分火爆 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 怎么虾皮店铺没有流量呢 如何实现在在月的持续报单 巧妙利用广告在在月报单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一下 本来在在月大厨期间 买家的消费需求就会增加 为什么还要投放广告呢 大厨期间流量暴涨 而商品排名越靠前 所能收购的流量也就越多 广告正是能够将你的商品 展现在更靠前为止 在大厨这种竞争激烈的时候 让买家更多的看到你的商品 从而在你的店铺下单 大厨来临时买家比平台优惠吸收 往往下单意愿更强 此时投放广告展发率会比平时高 同时投入产出比会非常可观 看下面这个大盘数据 若9.9当天广告费为零 即使没有广告 则当天单量能翻升四倍 而若9.9当天花费20到60美金 则当天量能翻升八倍 且广告投入产出高达10亿以上 大厨广告的优秀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印尼占领的老卖家 在9.9大厨凉零时 利用广告配合报款降价 在秒杀资源吸气的情况下 用广告达成报单成就 大厨大家全店单量翻升十倍 全店销售额翻升八倍 并且突破店铺瓶颈 大厨和日单量和销售额较大 出钱均提升40% 在月重点频率和时间线 在月在线购物活跃时间 在月期间 穆斯林白天在线购物活跃时间 将有所变化 在月期间 印尼的在线购物时间段为早上5到6点 中午11到12点 以及晚上20到21点 马拉在线购物流量凌晨5点增加 在下午7点下滑 根据店铺情况调整广告投入 建议中午前检查一下广告预算 避免在上午就出现广告断线情况 虾皮在月大厨安排 2020年在月月4月24号开始 该待节于5月24号到来 在月期间 印尼和马来在线购物需求不断增长 并在大厨日达到巅峰 流量将会迅满增长 其中印尼的在月大厨日 安排于5月5号和5月11号 马来安排于5月14号到5月15号 跨界卖家可根据大厨日立 安排广告节奏 借助广告抓住在月大厨流量 高分期实现报单 在月的重点内幕 随着疫情的发展 印尼和马来呼吁群众减少外出活动 避免人群聚集 尽量在加办公或减缓回乡 开灾节的计划 消费者外出采购意愿减弱 更多的展向电商平台购物 在在月节日前 需求之上增加了许多防疫 居加新要求 在月广告头发接待和预算分批建议 在月广告头发的接待 我们来说一下马来站点 预热期 4月22到5月3号 加速阶段 爆品发掘 资源包括结合众多产品广告投放 加速测评 新客引入 老客唤醒 预算占15% 主推期 5月4号到5月13号 拓辞调价 产品营养分 爆款进行初步成型 根据前期广告数据调整 优化策略 预算占20% 爆发期5月14号到5月15号 实施监控产品爆发 重点截止持续发力 抢占流量红利 配合大处促销 实施补量 此阶段运算可提高而到3倍 运算占60% 战略期5月16号到5月24号 预量收割库存清仓 保持推广优势 收藏架构人群 最后收割 素材突出事件 库存紧迫感 最大限度 扎出大处流量红利 预算占5% 印尼一站点 预与预热期 4月22号到4月28号 加速测新 爆品发掘 资源包结合多种产品 广告头发 加速测品 新客入入 辽客唤醒 预算占15% 主推期 4月29号到5月4号 5月6号到5月10号 这时候是 爆品矩阵初步成型 根据前期广告数据 调整优化策略 预算在20% 爆发期5月5号 5月11号 重要节点持续发力 强在流量红利 配合大处有趋势 实施不量 此阶段预算可提高2到3倍 预算60% 战略期5月12号到5月20号 这时候要保持推广优势 预量收割库存清仓 收购和加购人群 最后收购 素材突出 库存要有紧迫感 最大限度来抓住大量 促销红利 预算在50%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